早上好 欢迎收看6月8号的百格晨报 我是敏和 相信许多人对斋戒月相当熟悉 除了有斋戒市集的美食 当然最重要的意义是身为一名穆斯林 如何在这个月里提升休养和自制力 以便更贴近真主阿拉 不过这样的一个用意和道理 对恐怖分子来说 竟然可以扭曲成要发动圣战 荣耀真主阿拉 所以最近在欧洲一连串的恐怖袭击 一波又一波 最新的一宗就是 今天新中日报头版刊登的伊朗国会大厦 被四名恐怖分子IS闯入扫射 之后不久就有四名的恐怖分子 在国会大厦附近扫射游客 以及引爆自杀炸弹 总共造成至少12人死亡 42人受伤 这些恐袭的地点 虽然发生在距离大马遥远的欧洲和中东国家 不过全国总警长卡丽表示 在这种神圣的斋戒月里 警方打恐不敢放松 将会加紧收集情报和加强大马的防恐巡逻 接着就是在马来报和英文报上演的重头大戏 也就是联土全球FGV四人遭到停止的风波 今天新登场的人物就是政府委派的伊德利斯 来做中间人调停审查纷争 这场纷争在行动党国会议员潘简伟说出来之后 让外界看得更明白了 突然被停止的联土全球FGV的CEO查卡利亚 他坚决要向反弹会承报录供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拒绝执行董事部荒谬的投资 潘简伟指出 查卡利亚就是拒绝把1亿英镑投资在一个已经有三四年都在亏损的公司 才会造成查卡利亚被董事部停职 目前查卡利亚在这几天将会陆续到反弹会接受问话 世界多个地方近来频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对此前首相署部长在伊布拉辛 提醒首相纳吉和大马德穆斯林领袖 如果不改变他们的政策和行动 到时候国家TN50的转型计划将会变成被炸弹和恐袭取代 在意在最新的部落格传文中写道 世界上频频发生恐怖袭击 大马其实难辞其咎 因为有很多的恐怖组织炸弹专家和圣战士都是来自大马 他指出大马的穆斯林领袖总喜欢告诉穆斯林 伊斯兰受到威胁了 还说必须打压多元化和自由主义来捍卫伊斯兰 但是其实要做的就是让穆斯林知道 伊斯兰不是一个以恐吓的手法来管制穆斯林的宗教 他更建议首相纳吉如果诚心想要打击恐怖主义 首先就要委派开明的穆斯林来掌管大马的宗教发展局 展现真正的伊斯兰愿景 再来就是必须灌输更有建设性更正面的思维 去改变穆斯林领袖的行为举止 以减少他们继续荼毒我们的国家 换个焦点 金钱游戏课题近期在国内闹得满城风雨 而政府对付金钱游戏涉及者的范围又再度扩大了 贸校部长韩沙在努丁昨天出席活动受访时就说 贸校部将会在近期采取行动 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 只要跟金钱游戏有合作的关系 就会受到对付 这也意味着凡是和金钱游戏有合作关系的商家 例如提供金钱游戏会员在他们的店里 获得积分折扣等的商家 都会一并受到对付 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